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是不是总价 总价怎么算 各位一定都会 对不对 我就算价给你看 总价是不是数量承担价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 是不是游标移到I2 或者是随便一格都可以 等于 好 你要选自己的数量 有看到 它出现什么 这个东西叫蓝名称 蓝 里面的自己这一格 整蓝里面的自己这一格 所以前面多加了一个 8 这个类似就是array的意思 array就是 第一个 第一个资料 第二个资料 第三个资料 一直在推 好 成什么 成 一样是整个单下这一整栏 里面的自己对应到的 这一格 所以这边有看到吗 它用的是中瓜胡 中瓜胡 记住哦 接下来我们要走到大数据分析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以前不是储存格 以前我们在做那个椅子 都是在做储存格的计算 现在我们不是了 现在我们几乎都是在做一些 用蓝名 用工作表明来去做一些资料的计算 稍微注意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要告诉电脑 我要算好了总价 对不对 因为我已经告诉他 等于什么乘什么 单价乘数量各位都知道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现在是不是要告诉电脑 我算好了 所以按一下Enter键 算完了 你知道还需要学什么复制吗 不用了嘛 你刚问我问题 我说请你就忘记 那都是旧版 以前的思考 不要再去记那种传统做版 我刚刚是不是在右下角点两下 完成复制 不要再去学了 如果你会用拖曳 绝对要忘记这一招 浪费时间 2400多格 不要复制 不要点两下 不要拖曳 只要你用表格 当你算完一格 整个阵列 帮你全部算完 你要的是 这种方式 同意吗 而且 它是常用底下的功能 怎么做 常用 底下的什么 格式化为表格 随便你选 用何一种 然后接下来呢 等于什么乘什么 这国小 大家都会算的 那我要请你稍微注意的是 但是我希望接下来我们可能有些是要用手打的 像刚刚的Vlookup 对不对 我们可能就要用手打字的方式了 来去找出来 记怎么算 黏怎么算 我再快速的做一遍 刚刚是不是第一件事 常用以下的格式化为表格 然后接下来 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是不是直接点 等于什么 成什么 对不对 点到对应的储存格 你不要先暂时不要用打字的方式 是不是就产生了这样子的内容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完成 透过格式化为表格 表格里面进行一个资料的计算 然后再继续